其實我們每一天 全家人都是四點起床 我們四點起床 一馬大眼就是工作 在外面你看到一大大空地 日曬雨淋 冬天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西伯利亞人 長洲碼頭對出有不少店舖 其中路口的一檔車仔檔 不是賣長洲大魚蛋 不是租度假屋 竟然是由兩姐妹賣 即磨咖啡和早餐 我自己在這行業都做了五年 自己本身都是長洲人 為何會有車仔的想法呢 其實都是想將精品咖啡帶入長洲 我們車仔有三文治 有牛角包 有鬆餅 有Bagel 因為單單一杯咖啡 未必是一個完整的早餐 所以我們都會有些食物去搭配 長洲出去上班 只有一程船的時間 其實出去就比較趕時間 其實他們買不到一杯咖啡 我希望可以用船衣程的時間 他們可以享受一杯咖啡 他們出去上班 就不用專門再去其他地方買 姐姐在外面的咖啡店 已經充了五年咖啡 夢想一直都想擁有自己的咖啡店 因為一次的機緣巧合 他們就全家一起合力 開了這個車仔檔 雖然現在看到只有我們兩個 其實我們背後也有個背後的軍師 就是我們媽媽 其實我們三個會四點起床 就開始準備三文治 預備好東西 我們就會推出來 車仔檔擺檔 本身是空地 我們就拿桌子 推出車仔檔 砌了一個車仔檔 五點半左右就會開始營業 一做就做到十點鐘 7點至9點這段時間 其實人流都比較多 因為始終長洲人上班 一定是搭那幾艘船 其實最高峰這兩個小時 都起碼可以有六十杯 你說總共由五點半到十點 其實你保守估計都會八十至一百 都由神經出現過 雖然生意看起來不錯 但是好天曬落雨淋 都辛苦的 因為那裡始終都是露天 熱的時候是好熱的 全身濕透了 加上現在戴口罩 我們基本上整個口罩都是濕 冬天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西伯利亞人 太冷了 做不到事 手又沒有知覺 風吹過來 唯有跑樓梯 做口運動 等自己沒那麼冷 去到三四個月做一下做一下 其實最想最想 我都知道家姐都很想 擁有自己一間店 那我就不停去問其他人 其實有沒有舖位可以給我們 左找右找 終於找到這個舖位了 於是他們決定 早上開車仔檔 中五十二點 再開舖賣咖啡輕食 因為車仔檔 只是早上有咖啡賣 下午就沒有 其實很多長洲的街坊 有時放假下都想 多喝我們一杯咖啡 所以我們就把心一行 就開了這間店 那會有熱狗賣 有留心D字塔 有牛角包 有鬆餅 還有雪糕鍋夫 和蛋沙律鍋夫 咖啡方面當然不會馬虎 憑著姐姐多年的經驗 咖啡品質絕對有保證 我們本身的House Brand 其實都是我找朋友炒的 其實主要都是三個產地去形成 有尼多拉瓜、巴西和Corsairica 三個產地去形成 這個主要都是做基啡 另外還有一隻豆 是精品豆 外面車仔 其實都會比較受歡迎的 這個精品豆 都是自己去調配 自己去選兩個產地的豆 去做出來的 這個就是Ethiopia 再加Corsairica 在場所來說 都多人喝的 每天做足十五個小時 聽到都覺得辛苦 不過對於他們來說 每天都覺得非常充實 習慣了 始終一家人做事 又沒甚麼爭吵 又沒甚麼磨擦的時候 覺得整件事很舒服 每天就是應該要這樣過 每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做事 放假的時候 可能一起出去玩 或者在家吃餐飯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和家人的時間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同一個家庭 就互相幫助了 還有 如果他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 我都會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仔